早上 怎么样了 不知道呀 我现在超紧张 我也紧张 三个月一次的店长谈话 我把你报上去了 可这一个店 不就三个名额吗 你都不请假 还老帮他们顶班 把你报上去不应该吗 你好好想想该怎么谈吧 人家店长管那么多家店 又不老在店里头 他不会对每一个销售都那么了解的 他留下好印象呢 对你以后往上升有好处的 谢谢福店 没想好你来干什么呀 耽误我们的时间呀 出去 下一个 王曼妮 庆哥 他最后一遍 说吧 说说你的叙实心得 她的话就不要再说了 外面很多人等着呢 节省时间 店长您好 我是王曼妮 从俊尼尔做到新尼尔 升新尼尔已经有三年了 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了 从前年开始 全球的奢侈品销售额呢 都在下滑 每个品牌都一样 连东京和纽约的店都关了 我们呢 就是仗着人口基础大 还可以并店 才不用撤店和裁员 不裁员真的是好事吗 我认为 近身通道反而更窄了 以前呢 只要销售业绩达标 肯定是三年一升 但是我已经有六年的辞职了 放在从前 足够是任职员了 但是我知道在我们店里 排在我前面的 还有好几个同事 都是有资格的 店长 我希望在自己三十岁之前 能升主管 就当是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了 三十岁之前 这么没几个月了吗 所以我想提速 您觉得我还需要 做什么样的努力 咱们集团有这么多的分店 有这么多的销售 每个基础销售 都在相同的赛道里 想要从中脱颖而出 你认为最终拼的是什么呢 我一直认为的是 拼客户资源 拼销售业绩 做亮点 比拼业绩更有效 明白 我相信 升职是做出来的 不是等出来的 是 我批评的 看起来 快来 我开队 听说 你不听说 好 妮妮 你這怎麼了 腰又疼了 可能是太緊張了吧 什麼呀您這疼了好幾天了 去看看吧 沒事我緩一下就行了 你不要大意了啊 都出汗了這 不行 你喝慢點別喝那麼著急 當班的不敢喝水怕上廁所 客人一發微信馬上到店 又沒辦法走開 就你不喝水不上廁所 誰不適能 有什麼功能 妮妮 電梯壞了 幫忙去樓梯加批客人家換個衣服 給我 吹來的風 是誰的夢 追出那霓光 光退下给山庄 人们步履不停 妈 妮妮 你回家了吗 回了 我怎么听你说话有气无力的 没事 每次给你打电话你都说没事 别什么事都自己扛 听见了吗 妮妮 妮妮